大家好朋友们 8月28号下午17点53分 西班牙时间啊 给大家说个事啊 这个说个什么事呢 这个原财政部的部长啊 这个应该是77岁 可能还没过生日 76周岁的金仁庆突然间死了啊 这个说他老伴刚死了 十来天啊 这个然后他又死了 是吧 这个他死在哪呢 死在北京市海淀区 这个玉渊潭南路9号院 这个院就是他们财政部的家属院 这个院呢有19栋楼啊 然后19栋楼有多少户呢 937户啊 937户呢 卖房的呃发生过买卖的 是74户 是吧 你按75 如果937 那你把那37不算 900除以75 那是12分之一 是吧 大概就是8%的人啊 每12户有一个人买卖过这房子啊 发生过过户啊 937户 这个19栋楼啊 他的死很蹊跷啊 但是同时我就想起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小区里啊 呃 刘小波的老婆 当然啊 现在在德国总理莫克尔莫大妈的 有华大妈 有莫大妈哈 有莫大妈的这个这个压力下啊 这个给接到德国去了 但是有条件 就是你不要再发声 不要对政治问题啊 这再发表见解 刘霞反正好像到德国就养老了 是吧 就不言语了 刘霞跟金仁庆住在同一个小区 那我不知道刘霞是买房子搬进去的 还是说他们家里就是财政部的 有可能他们家就是财政部的啊 这个因为他们的小区 我刚才说了 937户 发生过买卖的只有74户 92%的人没卖那房子 还住在那 老住户 应该都是财政部的财政系统的 财税系统的吧 也可能有 还有国家税务总局的 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 基本上就是一码事啊 就跟国务院台湾办公室 和这个中共中央台办 是吧 就是中纪委和监察部 和国家监委 这共产党的这个机构啊 党的和政的 中共中央的和国务院的啊 这个全在一块掺和着 你看像我的客户 这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001号部队 就是中央军委 这个办公厅啊 这个军办 军办 也叫国防部办公室 也叫总啊 国防部办公厅 也叫总参办公厅 他又是中央军委的 又是国防部的 又是总参的 实际上是总参的 国防部是个空招牌 国防部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啊 你看我这俩手机都不够用的了 这个手机我在查这个位置 是吧 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有关于刘霞的 有关于刘霞的报道 是吧 这个你看 这不是写着的吗 说4月1日是刘霞54岁的生日 在这哭呢 他老公不知道是死了 还是关在监狱里啊 反正是 这个 但是啊 以莫须有的罪名 给他软禁了三年 而这是很早的了 12年 12年的 那刘晓波还活着呢 软禁了三年 那就09年就给他软禁了 都只能一个人在家 孤独的庆生 那这是08宪章 08宪章 后来09年不就给抓了吗 是吧 刘晓波啊 我的一个朋友 就是08宪章的签名人 啊 我有两三个朋友吧 有一个比较熟的 是 他签名靠后 好像头300吧 头300个签名人 警察 国保啊 国安呀 反正所在辖区的公安分局派出所都找那些人了 分布在全国各地啊 后边的就没找 因为好像也有 1000多吧 一两千人签名 没找他 没找他 我说这哥们 这是我的一个忘年教 今年已经有80开外了 80开外了 08年的时候 那会儿他快70岁了 这个人呢 中国有五大宗教 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 五大宗教 其中一个宗教的那个中央机构 就是总的那个宗教的那个组织的一个副主席的公子啊 这是啊 就是我太具体就不能说了啊 这个他们家的那个人啊 60%以上吧 都在国外啊 然后也都是各方面比较有成就的人 你看他就说 他说位于北京玉渊潭南路 9号大院的住所 保安明显增强 多名大汉在前后门站岗 而刘霞更被禁止站出窗外 站出窗外 这个就证明什么呀 证明刘霞 他那栋楼应该是那个小区靠 靠这个马路的啊 靠外边这个大路的 那那就是偏南 一般来说应该是偏南 玉渊潭南路 他们这小区可能在马路北啊 是吧 刚才我查了半天的地址 你看玉渊潭南路 咱们找一下啊 玉渊潭南路是从那个三里河 从三里河路拐过来的 那有一个小桥 有一个小桥 下边是一条小河 然后那个三里河路的那个南边啊 北边北边一点就是那个钓鱼台国宾馆啊 钓鱼台国宾馆我去过一次就去过一次 然后那里边有一个我们的邻居 我们邻居呢 他比我大两三岁啊 他们家是哥俩 他弟弟 他弟弟是那个跟我们街坊 跟我们街坊那个我们家胡同的 第第七家左右啊 跟那个胡同里边他们俩是同班同学 然后呢 比我小两岁左右 然后他这哥呢比我大一两岁 他是里边那个客房部的 不过我去钓鱼台不是找他是办别的事 去过一次 南边这胡同 啊 这个拐过来 拐过来我看看啊 这岭南路不是这 怎么找不着了 好吧 增光路啊 这个车工庄西路怎么找不到了 太难了 三里河 这儿 三里河路 是吧 三里河路 好了 我不找了 太麻烦 这个 就从那个三里河 哎 往西拐 然后那个 拐进来之后 没多远 就是这个国务院有一个三峡 三峡办 然后拐过来就亮国厂 亮国厂 这个九十九号是多少号 我现在忘了门牌号了 就是我说那军委办公厅 我那客户 然后马路对面 马路北 就是他们军委办公厅的 一个那些高级军官的一个 比较高档的小区啊 然后东边 挨着西长安街 那个是科技部 后来叫中国科协 邓小平有一个女儿 不在那当什么党委书记吗 还是会长啊 是吧 在那个科协里边 有一个处级干部 是我的 堂妹夫啊 我大叔家俩闺女 小闺女就嫁给那一处长 那个小伙子比我小点 岁数不大 前几年吧 前十来年 不到四十岁 三十八九岁就当处长了 然后他也跟我说了 里边一些事 反正腐败吧 乱七八糟的 说了一些事啊 然后这个 再往西那一片 挨着长安街 马路南市铁道部 北京铁路局 马路北 那一片叫茂林居 茂敏的茂 树林的林 居住的居 茂林居 那一大片 不止一栋楼 它是好几个干系修设所 都是总证系统的 得住的一两千户 可能都不止 那一大片啊 都是总证的 然后就往西 那就是这个 军事博物馆啊 这个军委办公厅 军办 然后军博 然后就是中华世纪谈 啊 中华世纪谈 后来当兵的不是说吗 中华世纪谈上不是 一个尖吗 来回转转转 啊 他们说那个转 那个尖啊 不是二十四小时 他慢慢的转吗 当兵的说 那个尖就是江泽民的这个 江泽民的这个比较脏哈 他们说的比较直白 我就不说了 然后那个那个后边 后边就是八一湖 玉岩滩公园啊 那是我的客户 我认识他们团委的人 然后还有那个 沿着这个永定河饮水渠 就是玉岩滩公园 东边 然后偏北一点 然后那儿 现在叫北京市水利局 原来叫北京市水文总站 也是我的客户 马路对面 三里河的东南角上 是国家信息中心 也是我客户 那儿的那个 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一把手二把手啊 是某一个 中央反正是个大领导 大脑袋 就可以说是他的子女 是个红二代 现在到底是谁 我忘了啊 然后再往西 没多远 就是水科院 中国水利电力科学研究院 水科院 水科院这是南院 还有北院 北院在这个车工庄西大街 离这个北京市的 我想想啊 是气象局啊 还是环保局啊 离北京市环保局不远 水科院啊 然后呢 这个 过了这个地儿 过了这个地儿 往前 往前过了那个 那个中华世纪谈 没多远 在马路南那一片 那一片叫普惠里吧 叫什么 普惠里的马路南 有一个北京市 天然气集团公司 现在叫燃气集团公司 他把天然气啊 煤气啊 什么北京交化厂啊 都给合并了 然后那个 那个啊 那个是三所 北京市燃气集团三所 那是我的客户 然后还有过去 在那个朝阳区 呼加楼 呼加楼 有一个北京市的 煤气公司 也是我的客户 挨着京广中心啊 我都忘了这客户了 我也记下来 煤气公司啊 然后那个 那附近那小区 然后 还有一个 做俄国菜 啊 乌克兰餐厅 做这个乌克兰的菜 做的相当不错的地儿 然后 然后上边就是 南北走向的西三环 过去 那是一个桥洞子 桥当子 从那桥洞子过去 没多远 就是刘霞和金仁庆 住的那地儿 再往前 就是翠维路啊 万寿路啊 罗道庄啊 啊 原来坑我那个人 差点把我送监狱 那个商业部 那个总经理 我是跟他合作吗 我表面上是他的 业务二部副经理吗 实际上我们是合作的 他就住罗道庄啊 然后罗道庄那边 还有一个叫北京市 梁聚任聚厂 是吧 挨着那河边 现在可能都没了 有盖了高档小区 什么宜园居啊 等等等等的 还有那个 沿着河边 那个叫诸葛庄路 诸葛庄路有一个干修所 是军队的 这个诸葛庄路干修所呢 可能是总后的 啊 那个干修所里住了一个大人物 是谁呢 叫鼎鼎大名的 叫蒋炎勇 就是03年的非典 蒋炎勇 站出来 然后那个 本来是这边都瞒着 是吧 所以后来才有 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的 被免职 和北京市市长 孟学农 被免职 对吧 他们一直瞒着 啊 然后这个蒋炎勇 301医院的外科主任 他先找了中央电视台 和凤凰卫视 他说这疫情很严重 人传人 没人理他 后来他找的外国媒体 所谓的境外媒体 外媒给登出来 登出来之后 中国政府才被动的 啊 压力 是吧 压力锅啊 这是出口转内销 才 被迫 哎 这个 搞了一些措施 这样也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吧 当然之前死的 也只能叫白死了 是吧 包括这个人民医院 死了好多人 啊 大夫 护士死好多 人民医院也是我客户 人民医院那个 管食堂那大爷姓毛 毛大爷啊 然后北边 是北京市 这个 北京市地铁公司 管食堂的是 白阿姨 哈哈 侃侃山啊 这个金仁庆啊 他就死 他绝对是 了 鹤 等 我 我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